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余丹 他本来是研究现代传媒的 哎 你让他讲老子 让他讲庄子孔子这些东西 这会引起什么呢 有两点 第一个 在这方面他研究没有多深 那么想把不是自己研究领域的东西讲活 他就得加很多一些乱七八糟的 吸引大家的一些华中取耸的啊 奇谈怪论呢 他必须得有这些东西 再一个 他不是这个行当的研究专家 那么这个行当的研究专家 在看了他讲的时候 难免要发出一些批评性的言论 这个就形成了巨大一种争议 哎 这个在媒体里讲叫争议化传播 就比方这个事儿没有争议 它好就是好 那传播的效应没多远 如果说你说的好 其实这还不怎么的 有人说的坏 好友坏之间进去争论的过程当中 哎 这个东西的效应不大了 咱们有不少见识观众啊 确确实实对这种 学术类的有着本能的宠敬 有的人书读的少 有的人渴望获得更多知识 那么他在看白的讲坛的时候呢 是某些时候是带着一种朝圣心理 曹操你要知道 手下是有特务的 那说说曹操曹操到 清晨 从一入关就开始科学考试 这大学们家给我灌输什么东西了 我可得好好听一听 然后老师又为这个数字下 这个心态类似什么呢 类似咱们过去风泥全国的一本杂志叫读者 原先叫读者文摘 该做的杂志 这个杂志里边呢 用了一些人生小品文 这个夫妻之间呢 父子之间 母子之间 兄弟之间呢 那种淳朴的感情 而这个感情 如果你要把它上升到一个学院范畴呢 它是属于一种人生美学范畴 可是它里头经常又富有哲理的句子呢 做开头结尾装饰 使不少 有点文化 文化又不高的人呢 看了这个杂志以后呢 明明他就破译了简单的人生美学 他觉得我破译了一种人生哲学 使自己获得一种智商上升的错觉 其实你的智商还那样 看完之后你就被他忽悠了 还觉得哎呦我 我这人生境界提高了 这读者是一本很高档次的杂志 咱不是说读者多不好啊 只不过他远没达到有些读者想象当中的一个高度 电视节目也如此 而且里边不乏戏谑 不乏这个奇谈怪论的解读 不乏制造学头的一些华众取从 所以我说这是批的学术外衣 什么叫说评书呢 这一点呢 我和白奖谈那边老聊过 他们怎么样制作这个白奖谈这个节目 跟大伙说实在的跟说评书的整个构架没什么两样 只不过是什么 他搁在电视上这么用 你觉得新鲜 真要这些人比方到书馆里头 跟评书名家比谁说能吸引住人 他们恐怕远不是这些评书家的对手 但是他制作过程基本就按评书来的 首先一个评书奖 铺梁扣截 每回得双扣 什么叫扣啊 全的 白奖谈的编导要求每一个讲课的老师 必须一开始得制造一个大选择 比方说义仲天 往这一张讲的这个尼恒击鼓骂曹 一开始他就会选择 尼恒这个人呢 他是自己招死 尼恒一边击鼓 一边往前走 走到了曹操的跟前 这个时候负责礼仪的官员就过来拦住他 尼恒 动不动规矩 鼓励有专门的制服 你怎么不换衣服就来了 尼恒说 诺 然后开始脱衣服 你不是要换衣服吗 脱得一丝不挂 书身裸体站在朝朝跟前 然后不慌不忙再拿起鼓励的衣服来 一件件就穿上去 穿完了以后 鸡去击鼓 面不改色 心不跳 非常的坦然 这下曹操都弄不得下不了台了 先把这扣留着 他为什么是自己找死 接下来一点点再拆开 而且按照编导的规定 说三五分钟 一定要有一个吸引大家的点 这个点哪怕涉及到一些暴力 涉及到一些男女之情 反正一定有一个吸引大家的点 最好是三五分钟能有一个笑料 这叫什么 咱们这了解相声朋友都知道 这叫包袱口 就这里头既有扣扇扣 又有包袱 隔几分钟得有个小高潮 这什么啥 这跟说评书的规律是完全一样的 他可能没有评书 现场感那么强那么细 包括一中天品三国 几连海说和神 都有这个特点 那反应时间 目眩神痴 哎呀真有学问 所以余丹说话是端着肩膀说话 他放肩膀会不会说话 我都不知道 那么我为什么讲余丹 这是一种心理暗谋 大伙可以琢磨琢磨 余丹讲的孔子 说实在的 我自小读论语 跟着我爷爷读论语 如果让我理解的论语 和余丹讲的比照 我好有一笔 就孔夫子假如活着 跳到余丹跟前的 都得给余丹鞠躬 余老师你讲那些 我当初都没想到 他对论语的解读 咱们今天篇幅有限 我也不用一个一个点去说这个 大致是什么 他把论语里边一些相关思想 按照自己的解释 往外来带一带 变成了一个 可以在广化范围应用的一种心理暗魔技术 而且他这语言 我这么跟大家说 每一句话都正确 正确无比 但都是正确的废话 现在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 有这样一句话 叫做 产旧邦一辅心灵 极高明而到中庸 中庸之道 其实是极尽高明之后 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 绚烂之极 而归于平淡 要么是皆仁皆知的 他就给上升到一个文词的高度 要么就是他给你提供一种境界 你这辈子永远做不到 比方说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 就是我们人生的天和地 再比方说 他会跟你讲 关爱别人 这叫淫词 了解自己 这叫智慧 正不正确 太正确了 这都是正确的废话 他告你遇事 要考虑自己怎么怎么不行 怎么怎么不对 不要从外界找原因 就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 他说 我从来不怨天也不由人 既不抱怨说天命让我就这样了 也不往别人身上推卸责任 说是别人导致我这样的 我要学习的就是要达到上达 达到通天的道理 可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上 你想处处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咱没那么大罪棍 比方说孩子上不起学 你可能就怪谁让我不是大管了 到医院看不起病 谁让我不是高官了 没有公非医疗了 买不起这个高价的商品房 愿我自个儿没奋斗好 没出现 那我要挣大钱 我们能买起来吗 一切你都别愿外边 也别愿政府 也别愿社会 你愿自个儿没能力 从头到尾 于丹的论语和后边讲装子 给我们怪书的就是这种东西 你说这样的东西 我们必然想一想